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6月21日星期五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時事熱話 先講講今早元朗據報有人遲刀斬鄰居 是怎樣的情況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講各大最新熱話 據報最近網上封傳港鐵有個男子去到車廂地板躺下 這裏是張床的 結果相關的片段在網上廣傳當中 是怎樣的情況呢? 古靈精怪和各位一起了解 另外也講香港各大最新熱話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免費訂閱鄺俊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鄺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機 事不宜遲先提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最新報道 說元朗南邊圍的劏房戶因為噪音爭執 一個男子遭到鄰居斬傷了 腳步受傷送軟 報導的內文就提到 元朗南邊圍發生斬人血案 在今日6月21日清晨6點2 有個男子報警 說在南邊圍一個劏房單位 遭到兩個男子用手襲擊 救援人員接報港字 發現事主的腳部有刀傷 將他送往博愛醫院治理 警方調查顯示 事主姓黃33歲 姓黃的男子在劏房住戶 和那兩個兇徒都是鄰居 三個人因為噪音問題發生爭執 姓黃的男子遭到對方圍毆 其中一個人更加持刀向他廢斬 警方正在追測兩名男子 案件列傷人案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這樣也可以 據報今早6點多 可能吵多人睡覺 結果被人圍毆 其中一個人更加納刀 斬傷事主的腳 要不要斬得那麼厲害 結果相關事主去了博愛醫院 另外打人和斬人的人 至今未落網 另外也提及這件熱話 根據HK01的報導 話說有個港鐵男子 躺在車廂地板的影片風傳 他很厲害 帶著枕頭自製惡鋪 網友熱烈討論動機 報導內文提到 搭港鐵是否自製惡鋪 上星期五、六月十四日 有網民上傳影片 到社交平台 顯示有一個男子 躺在港鐵車廂地板上優先 男子似乎準備充足 甚至帶上卡通小籃枕 充當枕頭 影片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有人認為車廂地板不乾淨 直言接受不到 亦有人在猜這個男子的動機 是否玩那些遊戲 真心話大冒險輸了要找數 亦問到是否搏出位 另外有網友就指 男子似乎曾經在西鐵都遇過同一名的男子 對方一樣是躺在車廂地板 不過這隻手就放於C柱 有所動作 當時懷疑他正在首任 不過有網友就認為 只能夠肯定男子有躺在車廂地板之上 不能夠單憑一張照片判斷他的行為 有否失德 以上來自HK另一個報導 近期在網上說廣傳的照片 原來疑似同一個男子除了躺在地鐵外 還有鋪人躺過西鐵一樣有照片 據報在西鐵的時間更過分更誇張 疑似手淫 不過當然只是照片不是影片 網友也難以定奪 不知道有沒有網友見過這個男子 不妨留言報一下 另外亦提及這個數字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導 本港5月破產程度是871宗 按年上升了35% 亦超過兩年以來最多 報導的留言提及 破產管理署的數字顯示 5月提交個人破產程床有871宗 較4月的742宗 再上升1乘7 按年升約3乘5 是2022年4月以來最高 強制公司清盤程床61宗 較上個月減約8% 按年升8乘4 以上來自星島日報的報導 數字是最清晰的 據報本港5月破產程床 871宗 按年是上升3乘5 都幾誇張的上升數字 越來越多人申請破產 另邊商 較年度來計的話 強制公司清盤 更加按年升了8乘4 看來香港經濟 認真麻麻 昨天先說到連朗豪方的戲院 黃百明旗下那間的戲院 都要倒閉 看來這個倒閉結業潮 還要有一段時間的影響 另外也說過另一則的熱話 說到有一些女客來到香港 感覺很失望 更加有女客對比 5年前後的照片 根據Yahoo新聞的報導 市隔5年 再來到香港旅遊 蓋探同樣的地方 金飛色比 日本的網友直言 很失望 報導的難民提到 日前有一位日本的網友 在社交平台之上 分享兩張 在香港同一個地方 拍的對比圖 他表示 事隔5年 再次來到香港旅遊 感覺和第1次來到的時間 截然不同 他直言 一切都改變了 感到十分之失望 上述的照片 看到5年前的香港 街上人來人往 還有密密麻麻的招牌 不過5年過去 同樣的地方的變化 翻天覆地 照片吸引了 不少網友的 讚好 還有轉發 有不少網友 留言蓋探 那個cyberpunk的感覺 已經消失了 已經失去了 影相的價值 不過也有網友指出 招牌被人拆了 有可能和安全理由有關 以上來自Yahoo新聞的報導 話說有日本的網友 來到香港旅遊 5年前來過 於是貼兩張照片做對比 5年前很有活力 整個旺角的 危紅招牌 人來人往 而且生意也不錯 不過5年後的今天 他在同一個位置拍照 發現招牌拆了 另邊商人也沒有那麼多 蓋探已經 金飛色比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有些微妙的變化 的確在我們身邊發生 我們身在其中 未必感受到的變化 不過對一些遊客來說 他試隔5年再來香港 的確能分辨到 5年前後 香港的活力 哪個多 哪個少 結果在今天 2024年 隨意在街頭拍的一張照 都沒有幾年前那麼漂亮 另外也說這件熱話 根據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公屋男子搬入私樓 列出三點的差異 一句說話惹來熱烈討論 就是見盡香港人的心態 報導的內文提到了 最近在連登討論區之上 有連登的網友 以 說說我由公屋仔 變成私樓仔所建 為提法貼文 表示自己 從小到大都是 和父母一起住公屋 直到結婚過後 買了一個私樓單位 才正式搬離公屋 他大讚住私樓有三大好處 除了保安價為盡責 鄰居的質素好 更加激贈私樓設有垃圾房 完全和公屋不相似 就說擺到周圍都是垃圾 鐵文很快引來網友的熱烈討論 留言都兩極急 有人認為事主是因為自卑 住過公屋 先會力數公屋的缺點 就說 搬去私樓 好威呀 也說搬去半山別墅 你都曾經是一條公屋狗 也說身上那陣鎚都是公屋那陣鎚 並於留言當中反駁事主的觀點 說現在新式的公屋都設有垃圾房 受到鄰居滋擾等等的特殊情況下 還可以申請調遷 並表示公屋都有好鄰居 私樓也有西人鄰居 也有部分網友是贊同事主的看法 直言當時是窮孫 立即想掉頭走 公屋完全不是人住和 又指出部分網友 不抵得人家好 就說 見盡香港人的心態 有樓笑沒有樓 私樓笑居屋 居屋笑公屋 這樣說 以上來自網媒港生活的報導 這樣都可以爭一頓 通話說有個連登的網友近來搬入私樓 可能覺得威威 於是發貼文 力數公屋三大不好 當中包括沒有垃圾房 鄰居關係 質素很差 另外保安亦比較差 結果軒來兩派的激變 有人罵他 其實不是住私樓就一定好 可能公屋都有好的鄰居 好的環境 好的保安 令B雙質疑事主 是因為自卑 住過公屋 所以才寫一篇這樣的鐵文來罵公屋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矿仔公屋長大 覺得公屋幾好 那時候鄰居也不錯 陪著矿仔成長 所以其實 不是看你住公屋 還是私樓 而是看你所遇到的人 這個是和人生的際遇有關 我是矿仔 我們下節短片 繼續聊 見解